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5月22号全台湾新增有323例的确诊病例 其中321例是本土两例市境外移入 新增两个人死亡 这一波的疫情的死亡人数增加到6个人 而另外有400例的本土个案 是校正回归上个星期的个案 相当于是说总共目前增加了721例的本土个案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今天国内新增323例确诊病例 其中321例本土两例境外移入 另外新增两人死亡 这波疫情死亡人数增加为6人 另外有400例本土个案为校正回归 相当于增加了721例本土个案 回归的这400案例 那为185例男性 215位女性 年龄也介于未满5岁到90多岁 发病日大财检日介于5月7日到5月20日 那整体看这样的一个图表来看 那事实上还是在5月17号 这时候的病例数会最多 那相关的持续在这种塞车 那及时的清仓 那就会陆续的来做 那这要做的越快 让他时间差越少 那整体我们在疫情的掌握 这会更好 再次呼吁民众最好的防疫措施 就是好好待在家中 尽量减少外出机会 既有全如总和报道